1.顛情 周永 2.方向 空間 你要記得幫我幫 Book bul 好那你記得要把王子傳給我哦 先不說這個了 我們先去上廁所吧 好啊好啊 我從來懂不懂 去男生比較快 真的嗎 欸你會真的抗弟弟雞啊 我怕他第四次而已 欸我先去打球嗎 欸等一下 幹尿道 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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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可以 2 3 4 5 每次可以打球的不少輸貨就連馬 喂 請問是市新大學嗎 我 到底該不該說呢 我 該怎麼跟媽媽說呢 誒 同學你這盤子的宣傳你有興趣嗎 剛好我們正區要留位盤子的宣傳大使 不曉得你有這個音樂 我叫白佑 是一名高中生 父母常年在外工作 所以家裡通常只有我和我妹妹 我和大多正值青春期的男生一樣 心裡都有位女孩 我叫張夏萱 是一名高中高中的高一星期 我很討厭上學 唉 又是討厭的一天 這樣來我說 這天氣裡也有充滿的一種 氣氛 所以 它們可以在外面受不了 人家 人物 人生 人物 人 或不不理會擁有貴鼎的蝦子 我是莫莎 愛你回到過去的自己 我叫曾梅 我熱愛運動 每次跟別人打籃球都不成輸過 就連跑步都很擅長 在班上 我總是第一個教卷 成績到明年睫毛 我的人生很完美 卻有個女孩跟我恰恰相反 就拿多少就拿多少 好 我們會處理好的 團隊合作 就是要跟自己的組員一起合作 然後要配合 這樣才有效率 然後才能馬上把一部影片做出來 多多少少有學到一些剪輯影片的技能 對 因為有在旁邊看嘛 然後就大概知道如何剪輯影片這樣 我覺得要懂得就是臨機一遍 因為其實很多劇本都是當時 因為我們只有想大港 所以都是當時的時候才想出說要演什麼 就是分工 就是每個人有不同的工作崗位 然後看自己最合適什麼 對 我學到分鏡和選場景的重要 我覺得就是那個錄影的時候你要喬好每個角度 然後拍出你最適合的那個畫面 團隊的重要性吧 因為微電影它算 就是影片這樣出來看起來很簡單 但其實它的背後有很多很複雜的過程 然後從一開始什麼都沒有 要到劇本出來然後到剪輯什麼什麼的 就是很複雜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就是團隊的合作吧 像是因為在很多時候在就是在討論的過程中 會和別人會有意見不同的地方 然後就是要學著如何去和他們交換意見啊 就是交流這樣子 很多後製軟體的應用 然後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難啊 還是要自己去摸索 有興趣的話 假如對這一個領域有興趣的話 就盡量來就是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假如你真的不喜歡這項東西 那也不要勉強自己 但是我覺得這個體驗還不錯 我覺得還不錯是因為它涉及到很多層面 所以你可以就是要去想說到底要 就是要懂得理經營 所以我覺得可以去參加這個的話可以去學習一下 我覺得可以參加 因為多方便學習 多培養一種才藝 建議啊因為真的很好玩 就是可以做 就是每次拍一部電影就可以做不同的工作 可以體驗很多自己沒體驗過的東西 建議 所以以後我覺得大學以後 有可能會也是有可能會拍攝到 所以事先先學一點基本的 以後就會比較輕鬆 很建議選修這門課 因為其實微電影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難 就是你也可以拍出像那種大師級的作品 很建議 因為雖然拍攝的時候很辛苦 但是拍完之後會很有成就感 然後就跟同學有個很好的回憶 很好 說不定你有 說明你未來可以成為一個 啟發你成為一個演員 或者是後製的也說不定 拍完電影是真的很辛苦 但是我覺得 雖然說是辛苦 但是一個 機會吧 可以學習到很多東西 所以可以試試看 我很推薦學弟妹一定要去修這門課 因為我覺得 這過程中你可以看到 與團隊的合作 然後之後 很多軟體啊 你會發現你很多 軟體是都沒有碰過的 然後經由這次的經驗 你就會學到很多 軟體的應用之類的 其實我覺得那個 雖然你真的 就是你一整天拍下來 算很累 可能那種累是會讓你覺得很值得的 對 之後當你整個拍完一部影片的時候 你真的就是會很感動 之後覺得 每一位都是非常用心在付出 在這一個微電影才能跑出 就是 才能有這個影片產生 對 所以我真的心覺得 可以一生一定要去體驗一次拍片的感覺 一個你可以去試試看 而且你會享受在裡面 就是它雖然是很辛苦 就是大家看起來說 你有事沒事幹嘛在那邊一直 就是在太陽下搞這些東西 有的沒的 可是你會覺得說 當你在投入那個過程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 就是很開心 然後雖然很辛苦 但是你看到後面那個結果 你就會覺得說 我一切真的就是 很有回報的感覺